周四一早 缅甸大使绝扎敏守在使馆外一夜后 从使馆外的车里出来 他的发言人接受了采访 发言人说 今年3月 绝扎敏宣布支持缅甸民选领袖 缅甸军政府因此将其召回 从那时起 绝扎敏就拒绝听从缅甸外长指令 并会见多国外长 以及缅甸社团 寻求和平解决缅甸政变的途径 绝扎敏周四呼吁英国政府 不要支持军政府指派的新大使齐温 我们有全国的信心 不认为尼亚马尔军政府的军政府 不认为尼亚马尔军政府的领袖 以设置战亚军政府的交易事件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四发推文 谴责缅甸军政府的这一暴行 推文说 我们谴责缅甸军政府 昨天在伦敦的霸凌行为 我为绝扎敏的勇气向他致敬 英国继续呼吁结束政变 结束可怕暴力 迅速恢复民主 周三晚上 缅甸副大使齐温代表军政府 接管大使馆 并将大使绝扎敏锁在使馆外 同时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声明称 绝扎敏的任期 周三下午五点结束 英国媒体报道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 一旦东道国得到通知 大使的工作就正式结束 外交部证实已经收到通知 必须接受缅甸政权的决定 周四早上 缅甸侨明聚集在伦敦英国使馆前 高喊口号 要求立即释放总统和翁山苏姬 同时谴责军政府撤换大使 缅甸政变扩展到海外 引发国际持续关注 请讨论记者 毕行词 陈海月综合报道